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张灵鹤恋情仪曝光 生日互动女方喊先生 于正回应很好 刘大锤在工厂上班直播 工作不认真还被批评 真的很搞笑 很会演戏 爆料与金庸有关的一线女星是飞雪 连天射白鹿的白鹿 男主则是一起主演电视剧 宁安如梦的张灵鹤 刘大锤爆料 白鹿在9月8日杀青宴结束后 和助理前往恒店张灵鹤的住所 5分钟后助理独自出门 白鹿一夜未出门 第二天白鹿的父亲在早上7点接他离开 9月1十日9点晚上 两白鹿和助理先到张灵鹤家里 几分钟后助理离开 张灵鹤直播结束后回来 两人一夜未出门 第二天张灵鹤先出门 白鹿被家人再次接走 临走前白鹿对可是门铃笔心 这样张灵鹤可以看到 完全就是撒狗粮 张灵鹤比白鹿小三岁 两人已演戏擦出火花 所以走到了一起 当然刘大锤没有拍到两人一同现身 也没有拍到一起亲吻或牵手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否认 就像当时张雨昕否认和刘学艺恋情一样 大家都是好友 只是串门而已 两人在剧组也是欢乐多 经常合影 事业上白鹿明显比张灵鹤咖位高 而张灵鹤演出的作品屈指可数 他以前是学霸 无意被经纪人发掘进入演艺圈 后来主演了不少作品 直到演出《苍蓝爵》算是红了 和白鹿主演的《宁安如梦》 是张灵鹤的第一部男主大剧 所以能否大火很关键 如果这部剧爆红 那么张灵鹤彻底出圈 顺便白鹿也能火一把 白鹿和谁合作 都会传出绯闻 可能是绯闻体制 所以之前何徐凯 蔡徐坤等都撰过绯闻 何徐凯更是被拍到类似以上的桥段 也是多次出现在南方的住所或小区 不知道这是不是炒作 希望两人真的恋情成真 也不枉刘大锤的辛苦蹲守 两人虽然相差三岁 咖位也不一样 但张灵鹤颜值高 阳刚十足 并且是学霸 所以白鹿应该会动心 毕竟张灵鹤才进入演艺圈没多久 还没有被圈子的乌烟瘴气熏染 应该还保留自己的个性 所以因细节缘的可能性很大 就像周迅 也会和合作的男演员相恋 尽管都没有成真 演员有方法派 体验派等 很多演员可能都是体验派 所以进入角色无法脱身 只有演出后 慢慢从角色中抽离出来 才发现现实比戏残酷 慢慢两人才会分手 这在很多明星情侣身上都发生过 9月23日是白鹿生日 推出新歌 张灵鹤转发并为她庆生 还希望对方教她唱歌 白鹿还回复了张灵鹤 说 这回 换我做你的先生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先生 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张灵鹤回复白鹿 认为自己唱歌也很好听 白鹿还鼓励张灵鹤自信起来 两人真的是入戏太深 难道这部戏可能很快就要播出 但至少应该在明年吧 才杀青不久还得做后期 有网友问白鹿的老板于 正关于白鹿和张灵鹤恋情上热搜的事 于正表现很淡定 很好啊 哪有一线女星不上热搜 没有话题的 她这态度很暧昧 没有否认 也没有肯定 好像认为是大家的炒作吧 小伙伴下来到这部戏了